什么都不会 好那我们过去曾经听说过 机器学习大数据 那我们现在又说 现在的所谓人工智慧 是所谓的一个深度学习的时代 那这两个中间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在机器学习的时候 它其实呢 这些数据的整理 有哪些有效的特征 有哪些有效的变数 这些都是人类做的 我们人类去把特征整理出来 那么送进去 让机器从这些特征里面 去组合出规则 也就是说 产生特征是人类的工作 那么机器没有办法 从这个人类给的特征以外 去找到新的东西 这个是过去的机器学习时代 所以是人跟机器一起分工 但是呢 到了深度学习的时代 我们拥有了够庞大的数据 机器可以开始有能力 自己去找特征 而且从这个里面 自己去产生规则 而且我们发现 人往往呢 有一些习惯性 所以我们每次做出来特征都差不多 但是机器没有这些限制 所以它会打破常规 去找到很多很多 跟以前人类所找的不一样的特征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 它的效果好像比人类找出来更好 所以深度学习 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就是慢慢慢慢让机器 一次从特征跟规则一次包办 那么这个时候会衍生几个问题 第一个 机器看东西的观点跟视角 可能跟人类完全不一样 尤其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说 机器没有教过的就不会 那万一这个东西 它以前没学过 没教过 那我又没有明确的指导它 那么机器很有可能 所找出来的东西 会跟我们人类的认知天差地远 所以呢 在这个里面 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谈很多的一些 额外的一些衍生的议题 都是来自于机器呢 怎么样子 让它可以更符合人类的认知 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子 避免机器做出了一些 很离谱的错误的判断 那么在 所以在现在的深度学习里面 它要能够自动去找特征跟找规则 依赖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我们必须要给它人类的答案 那么像刚前面提到的语音识别 只有人类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或者是我的什么 人脸识别 人类的名字 可是那是人的概念 机器是不会理解的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AI里面 大多数很多的一些应用 它都涉及到了人类 才有办法给答案的一些事物 那么我们必须不但有大量的数据 大量的数据是X 那我们的Y就是我们人类的答案 当你这两个东西都有了 而且是成对的 那么机器就可以透过它去比对 它的预测结果跟实际的结果的落差 开始不断的修正 来去一次性的把特征跟规则都可以找出来 那么特征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的呢 是以向量的方式来去存在的 我想现在很多高中的同学们可能也已经学过了向量的概念 对深度学习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向量 有人说不是微积分吗 微积分是核心没错 但是现在的机器会自动微分 所以基本上就算你微积分不是那么好也没关系 但是向量不好就不行 所以如果大家在学数学课的时候 记得如果你对AI很有兴趣 记得向量的部分要特别关注一下 在深度学习里面呢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就是神经网络 类神经网络 那事实上我要告诉各位 这个技术已经有将近80年的历史了 所以并不是新东西 而且我可以告诉各位 现在目前的深度学习里面用的神经网络 神经元的结构 跟80年几乎一模一样 跟80年前几乎一模一样 那么在现在的神经网络到底为什么他突然变得聪明了 有几个重要的关键 那第一个深度学习呢 在谈的是所谓的最佳化 也就是说在过去我们要能够从X来去预测出正确的Y 我们在过去很多的神经网络它是透过随机的方式去凑 想法就把答案给凑出来 这个不是一个很有效率的方式 所以过去的神经网络计算非常缓慢 现在的深度学习则是发明了一套全新的最佳化的方法 即使X跟Y之间的关系很薄弱 只要有够多的数据 我们都可以透过演算法的方式 能够正确的找出接近的答案 即使他们关系很薄弱 那这个其实也就是深度学习的核心是在于最佳化 怎么样找出最佳的解答 那么现在目前神经网络能够变得这么厉害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原因 那就是我们这些写程式的人终于开始慎重的去考虑 到底人的大脑是怎么样运作的 早期的神经网络并不是依照人类的大脑的运作机制来去设计的 但是现在加入了很多 包括了我们现在对于大脑眼睛等等很多事物的一个理解 加入到了我们的模型当中 例如卷积神经网络 这个是我们机器视觉最关键最核心的一个神经网络 他们加入了类似人类的这种视野的概念 那加入了人类对于事物的空间关系的一些概念 这个我们今天等一下后面也会来介绍 地回神经网络呢 是有关于自然语言 那我想在这个网络课的另外一段 是由另外一类老师会介绍到的所谓自然语言的部分 各位就会常常看到了这个地回神经网络 那么他所模仿的是人类的记忆 他会知道说什么事情该记得 什么事情该忘掉 那么他可以根据现在才发生的事情 跟比较过去的记忆互相的交错 来去选择出最正确的答案 那么强化学习呢 强化学习呢 其实类似巴法洛夫的狗 各位都听过一个故事 就是当你喂狗吃东西之前摇一摇铃铛 当你喂狗吃东西之前摇一摇铃铛 久而久之你只是摇铃铛 他就开始流口水了 这个是所谓的制约 就像是马戏团让狮子跳火圈 那就是跳不过去就打 跳得过去就给肉吃 那么对机器来说更简单一点 跳得过去的就奖赏加一 那如果呢跳不过去就惩罚加一 所以呢我们用了类似的概念 只不过透过奖赏跟惩罚的指标的控制 那么让机器可以自发性的去学会很多 原来他对他来讲很困难的事物 例如AlphaGo就是一个标准的强化学习 在我们今天的这一个课程当中 我们会把更多的重点放在卷积神经网路身上 那他因为他就是所谓的机器视觉的一个关键了 好那机器视觉就一定要提到几个很重要的人物 其中这一位叫吴恩达 那他是谷歌大脑的创始人 也是Coursera的创始人 也是之前百度大脑的创始人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做了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因为他是让机器第一次看得懂东西的推手 那么他让机器看得懂猫是什么 但是他花了多少的代价 各位可以很难想象 在2016年他使用了16000个CPU 那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在谷歌大脑上面工作 所以基本上谷歌提供了全部有猫的YouTube影片 用了16000个CPU终于让机器认得猫了 哇这个代价好像很大 但是现在呢 我们要让机器人认得猫 老实说现在每一个人的笔记性电脑都可以 所以你会发现时代变化的很快 才仅仅不到才仅仅八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这一段有很大的进展 那其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进展的变化 其实必须要归用于一个组织 那这个叫做Imaginate 其中他的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人物 称之为李飞飞 他也是之前谷歌的人工智慧实验室的主任 他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 过去大家把很多的中心放在演算法里面 可是却忽略了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事情 所有演算法没有对应的够大的够质量够好的数据 其实是没有办法发挥作用的 李飞飞组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Imaginate的一个竞赛 而且他花了很大的心力去准理了将近上千万张的图片 那么标准的Imaginate竞赛其实是要从一百万张的图片里面 去分辨出一千个类别的物体 老实说没有他这样子的一个耗费心力的过程 那么就不会有现在的AI的这样的一个进展 在Imaginate竞赛当中每一年都给了我们很多很多 在神经网路上面的各式各样的创新 那么也因为这一个比赛2012年开始 就是神经网路第一次参赛 那么就得到非常亮眼的成绩 到了2015年就是你们画面上面看到的最右边的那个好长好长的 这个是由微软的微软亚洲研究院所推出来的152成的 所谓的一个残差神经网路 然后呢在这一年第一次赢过了人类 那么人类的那个正确率大概是94点多 那么他第一次能以95点多的一个情况赢过了人类 那么各位可以了解到的是 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好像听到了 机器又在哪里哪里超过人类 机器又在哪边哪边超过人类 我反而要告诉各位不要妄自菲薄 好像大家都觉得机器越来越厉害 那我怎么办 那么其实我要让各位知道 当我们现在这样子的一个AI的从业人员 来去看人跟机器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研究这个领域越久 我们其实是越赞叹人类的聪明 人类为什么没有办法在这些领域赢过机器呢 因为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 人会累 人的记录毅力不容易集中 但是比聪明这件事情 我们人绝对是远远远远超过机器的 所以在这些所谓的超过人类的这些的指标 绝大多数都是在特定的资料集里面超过了人类 你不要忘记了 现在的很多的AI其实是某种程度的会要被答案 所以真正去比较聪明这件事情 人类其实是远远远远胜过了几起 好 那我们来看到有关于机器视觉之前 我们必须要先来讨论一下有关于人类视觉的本质 人类视觉本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 第一个叫做视线的聚焦 那这个又称之为感知欲 那第二个是所谓的空间可交换性 这什么意思呢 如果看到了这一张的头影片 你的眼光第一个会把你的重点放在什么身上 应该是放在这个其一的头的身上 对吧 我们人在看东西有一个特性 也就是说我们很少会让一个很大的物体一次映入眼帘 我们一定是会把我们的视线先聚焦在某一个点上 然后呢我们再慢慢的移动我们的视线 再看完整个图片 那么就算你再看一幅画 你一定是会先被他的某一个东西给吸引到 你的目光会先投射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当中 最后才能够把整幅画看完 所以这是人类视觉特有的一个特性 就是感知欲 那么感知欲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视线的聚焦 那么呢在过去的神经网路里面 企图是要把整张图片塞进去 每一个像素都要能够产生神经网路的连结 这个计算量就会太过庞大 所以事实上证明那是没效的 后来现在为什么改用所谓的卷积神经网路 卷积就是一个天生的感知欲 它是一个n乘n的小方块 会在画面上面不停的扫动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就像我们的视线扫过了整个的图片 那么以前是要用每一颗像素都有一个神经元 但是现在呢 我们不管是多大的图片 我们一般来讲 现在目前最主流的是三乘三的卷积 就是一个九宫格 那也就是说不管你扫到哪里去 我们的所有学到的特征都会学到这九个神经元当中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你可以想象它的计算量就大幅的降低了 那么同样的它也有限的神经元里面 会累积更多更多的知识 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的神经网路 会变得更那么的聪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类视觉的特征 那就是空间可交换性 你看到的画面里面的这些是什么东西 一堆猫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到了 有没有可能那画面的某一个角落 你看到的是狗或看到是猪 或不是看到的是马 不会你看到的都是猫 这就是人类视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一只猫不管放在你的眼睛的哪一个角落 它永远是一只猫 但是你们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在过去的机器在做比对的时候 一个猫如果只改了一颗像素的差异 机器就觉得这不是一样的东西了 过去的机器永远都只能精确的比对 只能精确的比对 那么差一点点机器就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了 但是对我们人类而言 为什么画面当中的这一堆东西 我们都叫它是猫 而且他们长的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都能够得到一个一致标准的答案 而且我不会把它看成狗 不会把它看成猪 不会把它看成马 那就是因为我们人的眼睛有大量不同的视觉细胞 而且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的视觉细胞一定是共用了一样的规则 如果不一样 理论上一只猫移动到我们的眼睛的不同的区域 我们就应该会把它误判成不同的东西 可是机器我们实际上并不会 那意味着我们所有的神经细胞 眼睛的神经细胞都共用了同样的规则 这个称之为权重共享 也就是所有的这 我们如果用卷积神经网络 它是一个三乘三的一个矩阵 扫过去 那么所有不管它看到哪一个角落的累积到的知识 都是共同的累积在这九个神经元当中 这种全职共享的一个特性 能够让机器也变得更为聪明 而且它的一个运算量也可以大幅的一个降低